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人 李宗盛 哈囉 麥子卡 好久不见 因為這首歌 我覺得是我想 比較城市一點的 感覺 就是我們 原住民旅士在都市裡面 那種城市的感覺 让我想起以前刚来台北的点点滴滴 很感动 台湾美丽的宝岛 这片土地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原住民音乐人 其中这一位一头脏便 总是喜欢穿着肥大的工装裤 散发着加勒比海阳光味道的大男孩 叫做马斯卡 他生长于台东的山川河海之中 他用音乐表达身为原住民 并身处现代社会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让我们来感受他音乐中的快乐 真诚 率性 豁达 你说被人家贴标签雷鬼这个 我自己是觉得我还好 没有那么的reggae 那当然reggae我很喜欢 但是我现在还是在学习 我还是还在努力学习当中 是这样子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了解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这样做下去了 然后大家说这是reggae 说哦 那这是reggae 所以我才开始慢慢学习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风格 当然reggae还是 我做音乐很重要的一个主轴跟环节 但是我一直尝试着融合更多的东西进去 更多不一样的风格进去融在音乐里面 原来心照不学 原来彼此有感觉 原来你喜欢reggae 带点才懂得气味 原来心照不学 原来彼此有感觉 原来你喜欢reggae 带点太懂得气味 原来是你 Funk 黑-Hop R&B Soul 什么全部都融合在里面 还有rock啊 hardcore 什么都有 我觉得 我自己作用的选择就是 就是自由啦 随心所谓不要把它 我不喜欢限定说这个是什么或什么 我喜欢 首先要觉得自己好玩或自己好听 我才能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自己的很标准 音乐对很多人来说都有不同的面向 有的人觉得就是 觉得好玩有意思 有的人觉得要抒发情感 有的人就是 对很多人来说都存在不同的意义啦 那么对我来说 音乐是好玩都很有兴趣 然后他也可以就是记录很多事情 越玩越好玩 乐团啊 乐团跟丹菲这样讲 乐团加入了很多新的好玩的乐所出来 然后现在是有一个东南美打乐队 这样子 然后有其他曾经的团员 有的因为他们自己生活的规划 生涯规划的问题 有的开店啊 那什么的 当然不能常常参与进来 但是很多 有些时候他们有空还是会回来玩一下 还在吗 应该算吧 我们从来也没有收散啊 只是大家合约到齐 然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这样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这么严重 没有啦 应该还在吧 大家都很有默契 就自己做各自的事了 东南美不是描述我家乡有多美 它只是附带了 描述的是人 对 对于就是人跟人的相处 还有跟土地的连结 还有对于人的态度吧 面对事情的态度 我会这么取名是因为我很多的这个 这张的那个创作的想法 来自于我生长的这个环境嘛 给我的感觉 然后后面加个Vuva Reggae 是因为 我看到在老人家的身上 他们看待对于生命的这个 嗯 豁达的这个精神 跟想法 我觉得这很多事情是 值得我们现代的人要去思考 跟形式的一些问题 我这张专箭包含了很多 除了有社会的 这些议题外 还有一些人魂关怀 还有一些对生命的一些 一些 一些 豁达的这些感觉嘛 那主要是我想传达的意思就是 呃 我们自己 要是学习做一个 快乐或豁达的一个人嘛 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它是一种态度啊 就是对于 生活或对事情的态度 就像我讲的就是 豁达这个精神 我觉得 这是我心目中的Vuva Reggae 的感觉 很快乐很重要 自由 对 这是我 我觉得它是一个 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我 在我对Vuva Reggae 的理解后 它的世界来说 是这样子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我写 所以一个还有没有什么差别 呃 有啦 就是跟以前比较起来的话 嗯 现在的作品没有像 像 像第一章的那么的直接 快乐 这一章比较 比较深层一些 是因为这两年来 我直接看到街道的资讯 都太不快乐了 不管是社会上 不管是媒体 不管是周围看到的事情 不管是我的家里的土地 太不快乐了 所以 就是表达都写在歌里面 我觉得 很多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很多问题 可以好好的解决 我觉得 没有那么难 比方说 好很多第一次啦 比方说这一次 我第一次在北京录音 在北京录音 然后 reggae这种音乐 大家感觉是 沙滩啊 海浪 夏天 可是那段路的时候下雪 因为冬天嘛 对对就很冷 对对对对 真的还蛮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张专辑 算是大家玩出来的嘛 就是很多 好朋友的参与 一起玩耍 好 那像里面有爆发像谁 石头 草思雷 就临时被我们抓进来和声 那 王浩 也是临时被抓进来 谈其他 都蛮好玩的 因为大家都在 就是 可能在隔壁的录音棚 他们也在录音什么的 就进来探一下班 然后像石头就 我说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啊 我说 有意思啊 然后你把答案丢给他 你和歌声看看 然后他说 好啊 他就回去把和声 玩一玩弄一弄 没过来他丢回来 答案 我们听一下觉得很棒 然后就是 也是差不多类似的状况 意外的生活 对 我觉得这样 就很好玩 对 那是鲁凯子族的童谣 就是太阳很大 然后就是照你的眼睛嘛 你因为睁不开 然后妈妈叫你进来 屋子里面 或大树底下躲太阳 然后第二段是 下大雨妈妈叫你赶快进来 Sunday这首歌就是 我在讲所谓 对于豁达的这个事情 我在描述一个老人家 他牛羊成群 然后他的儿女也都很好 也都很多 也很孝顺 然后他种的农住物呢 他的土地也很肥沃 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他觉得很够 他随时随地在等待 他又离开的那一天 那他在等待死亡 他随时随地在等待这个事情 那么他希望 他这样子的心态 他可以教育给他的下一代 好 因为希望他可以告诉他的下一代 总有一天 你们也会变成别人的祖父嘛 你们也会长大 希望这种豁达的精神 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们可以跟我一样 这是Sunday的真正的意思 首先讲这首歌曲是 我不是讲我自己是大叔啦 我是在描述我心目中的大叔 那我写这首歌的契机是因为 有一次被人家叫大叔 叫叔叔 那我才想 我是不是开始在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那我才开始写了大叔这首歌 于是我就想着 以前那时候我 还在年轻的时候 还在小时候 然后那时候大叔他们还是年轻嘛 还是年轻的 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事情 那我印象都很深刻 那歌词里面用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流行的 不管是明星啊 或者是流行用语啊 还有一些流行的商品啊 对 都是写在那个歌里面嘛 郭富城嘛 周慧宁 那个时候很红的时候 对不对 那大叔 他们也曾经年轻过 那到现在我觉得他们 嗯 心里还是不服输啦 嗯 社会上有各种风格的大叔 对 但是呢他们再怎么玩啊 嗯 再怎么玩手 我觉得他们 不同的点在是 他们对很多事情 都是会负责任的 这是我心目中的大叔 他们对家庭 对社会都是要贡献的 对 大叔 你去年过一个 每个问题 问得我差一点段去 大叔 我变成肉鸽 有个意外 要下五十元 新台并 大叔 你经年过一个 为什么我和你有七光年距离 大叔 我变成肉鸽 妹妹我们不要再提 这个问题 不管是学校还是像社会上的 充射很多类似这样的事件 网络的媒体的 对 那我是从学校去 它是一个 比较基本的一个地方 我们最早会遇到的把力事件 还是 相信他在求学的过程中 一个班级里面 你一定有一个同学 一定会被欺负 他不管做什么 都是会被打 都会被欺负 对不对 那 主要我是想表达的是 一年级你进去的时候 当你被打第一拳 你就立刻还击 如果你不还击 你三年都完蛋了 对 因为很多事情 老师没有办法帮你 你至少要把态度表达出来 对 即使你打输 你一定会打输啊 但是也要让人家知道 你不好惹 所以要懂得 保护自己 或明确自己的立场 对 那 玛丽珍呢 不是指谁 玛丽珍是我的母语 是闭嘴不说话的意思 叫玛丽珍 有无法了解 之前呢 以乐团的形式拿到精确奖 是非常的感谢 大家的支持 压力倒是没有 鼓励倒是多很多 当然鼓励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 而是我自己部落的小朋友们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 如果那一次我拿了奖 对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 哇 原来用自己的语言唱歌 是会被大家认可的 在流行音乐里面 这个是对于他们 会比较有 有很大的鼓励跟受益 我们只是一个 中杰跟媒介 然后我们没有什么压力 反正就鼓励很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下次会玩得更爽 就是这样 我是马斯卡 我来自台东 是台东的台湾族 我家是面海 然后靠山 那有些时候就是会找朋友 早上去冲浪 然后我们下午就是 烤肉晚上写写歌 这个步调都非常的满 就非常的舒服 那你也不会想太多 就算你不快乐 到那边你也会变得很快乐 我这一代开始之后 我们的文化流失得非常的快 那其实我觉得最严重就是语言这方面 包括我自己都现在还在努力的学起来 那我自己是觉得 当然恢复文化做文化传承 相信很多的人都在跟我做就是一样的事情 那我只是是从音乐的管道 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 在东南边 台东 金峰湘 澎湾族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 还蛮艺术的 对艺术有很多很不错的东西 很多想法 蛮多艺术家的我觉得 爬湾族有没有 你可以从我们的 不管是陶翁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 身上的一些 穿在身上的衣服上面的那个十字绣 还有一些刺青 就可以 就看到雕刻 琉璃珠 就会看到他们 是对于艺术啊 手工涅饰 就是非常有自己的味道的一个名作 然后我们的歌谣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情歌很多 对唱情歌 对 但是我可见我可能没有遗传 因为我情歌写不出来 就是很多对唱的这种情歌啦 然后而且我们的旋律呢 几乎半音的很多 但是我不太会唱 我知道催我说我不会 我知道催我说我不会 以前一年是有很多很多的祭典 那是因为一直被很多外来的政权 统治过职民过 然后每换一个我们就缩短 每换一个就缩短缩短 那现在就是以前很多的祭典 当然有的都消失了 那有的就是全部 现在变成就是 还记得的就全部浓缩在一个地方 然后在一个 一个月份的可能其中一个礼拜 我们叫 祭祖跟小米兽霍解 其实很累的 五天其实我们要祭祖 祭祖你必须得上山 然后妇女们 还要煮很多食物迎接猎人 还要请祖林回来 共同参与 然后报告一年中的大小事 然后之后呢 还有要送祖林回去 所以这都是很神圣的 所以你不能喝酒 然后到最后一天呢 晚会我们才喝酒 是这样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因为酒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以前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一年才能喝那么一次嘛 我们用小米 小米酿的 那小米收成之后 新的米呢 进了古仓 剩下来旧的米 那个才打成小米酒 然后才可以分享给来宾 跟大家 是这样子 我家的自己的文化特色 是你们来看来嘛 对不对 可不对我来说 这是一些自然的事情 自然而然是不加思索 不会去刻意地说 我一定要加一个什么东西进去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就跟吃饭 喝水 是一样的 我不用太强调 这是民族性的问题 因为我生长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从小在中文与母语的环境下 这样子去长大的 那当然我创作这些东西 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并没有太刻意地就是 一定要加这些 或是展现我的什么语言啊 文化什么的 别人从你身上就会看得到 不用特别去讲究这些事情 这是对于我来说 那其他大家研究的话 可是欢迎 他毕竟还是长辈呢 唱的时候他不在啦 就是那首歌 英文的嘛 那就是有 我有唱了几句在里面 因为那天路就我一个人 分开的分开的 不知道 不敢问 他是长辈呢 因为我们对于 我们阶级制度是很重的 对对对对 就是会对长辈会比较 特别的尊敬这样子 所以不敢问 他叫你做什么就试就好了 密鼓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在乐坊听我聊音乐 我是Marska 我现在也不想 我现在是Mar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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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ka一妈咋的 密鼓音乐